北市政府的駐衛警同仁 有這個確診率 這是6月18號有來上班 19號放假 20號也放假去看他的父親 19號放假去看他的父親 20號他的爸爸就被通知說有確診 所以他趕快去做PCR 他也確診 這一確診以後當然就 衛生局要做疫調 匡列了13個人 包括10個同事 3個家人 現在目前 我檢查起來現在都PCR 都是陰性 但是在虛假隔離當中 這也是一個教育的案子 再講一遍 我們看看喔 他5月29號就去打疫苗 理論上是6月12號應該就開始 因為滿兩座應該就有抗體 他6月19號去醫院看醫生 不是看醫生 去看照顧他爸爸 然後6月20號確診 從這個圖看起來喔 他是不是被他爸爸感染 大家機會很低 因為沒有理由看一天第二天就感染 你說有沒有機會 不大 因為目前的這個潛伏期 要被感染以後2到7天是最常見的 藏給到14天 所以如果19號去看 20號就確診 事實上被他父親感染的機會不大 第一點 所以可能他爸爸跟他是 還有另外一個共同的感染員 這個就要靠醫療去做 再來 他5月29號也有打疫苗 所以再一次跟我們講喔 打疫苗只是說你感染的機會比較低 特別我們現在是只有打一劑 你要打兩劑才叫完整的保護 那就算打完兩劑 也不是百分之百不會感染 只是說萬一你感染的話 這個重症或死亡的機會很低 但是並沒有保證說你不會感染 那如果只有打一劑的話 目前看起來也是一樣的 感染的機會比較低 沒有保證說不感染 所以這也是 再來是跟大家講喔 這個疫調還是 我們會繼續做 遇到確診案例要做疫調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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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